距离Hololens推出已经两年多了 一直在有传言说第二代Holens将于今年推出 除了提高市场较大小来第二代产品需要改善的问题 还包括减少元件数量缩小体积和成本 1月14日消息微软的一项新专利获得曝光 该专利涉及了一种让一个元件有两种用途的设计 可以让一个光线生成系统既能生成全息图像 还能感知深度和识别手势 专利中写道 这项技术可以让光学系统使用电子机械系统扫描一素两件事 生成叠加在用户眼前真实场景之上的CG图像 以及测绘真实环境的地形 并且追踪真实环境中的一个或以上的物体 在某些配置中 一款照明引擎将电磁波发射到光学部件中 电磁波包括 用于生成CG图像的第一阶光谱带宽 和用于扫描时长角内地形的第二阶光谱 该光学部件可能会造成第一阶和第二阶光谱带宽 顺着供光路扩展随后分离 尤其是这款光学部件将第一阶光谱带宽 从供光路引致图像生成光路 通过显示屏生成CG图像 同时还将第二阶光谱带宽 从供光路引致地形测绘光路 扫描真实环境的地形 照亮真实环境中的一个或以上的物体 这里的地形测绘过程是 用光线扫描用户市场角内的环境 接收碰到不同地形表面反射回的光线 以此来识别光学系统周围真实环境的地形特点 因此上述光学系统可以替代专门的图像 生成光学系统和专门的地形测绘光学系统 满足设备对这两个功能的要求 去年5月 外媒曾报道 微软将自己研发第二代Hololens的光学器件 旨在控制成本 而本专利中的技术 正展示了他们这段时间的研究成果 本文系清廷网翻译字 Mass Bows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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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